而目前地震過後的拆除作業 分別是在北濱街2號 富凱大飯店 還有統帥大樓等地方同步進行 擠安鄉的麥當勞和藍天歷史飯店 評估之後也確定要強制拆除 沒想到這時候卻有不肖分子想借機大賺災難財 在臉書創立假帳號冒名富凱飯店旁的藥局 兜售各類的撞揚藥 富凱大飯店怪手吊掛600公斤重流星錘 急迫堅固的結構及牆面大鋼牙保養後 也會加入拆除行列 粉紅色怪手吸睛可愛北濱街2號 將由哈樓凱蒂號進行拆除 六層樓高的建物一樓除了拆除作業 同時也有進行補牆 宮崎預計兩個禮拜 那還有北濱街的部分 今天陸續開始拆除 那目前工程都在預定的行程當中 他現在支撐他7樓住的 另外陪伴在地超過20年的吉安麥當勞 餘震後受損嚴重 工程人員勘查後標為紅丹建築 也確定會強制拆除 位於富凱飯店旁的大德藥局 因為施工無法營業 業者相當無奈 有心人試乘地震冒用藥局名稱 想在網路上罰災難財 我們已經報案了 也已經報到衛生局 也報到縣政府 全部都該做的事都已經做了 藥局本身並沒有臉書帳號 被人冒用創立假帳號 甚至大膽發布貼文 因為地震導致藥局受損嚴重 暫時只能靠網路販售各式中央藥品 還洋裝現實又會出清 我們已經很慘了 還這樣子 強制重創花蓮經濟 生意遺落千丈 聽到五月天要來花蓮開場的消息 花蓮居民觀光業者都相當期待 果然是天團 讚 我覺得最近花蓮的災情真的很嚴重 那如果真的來的話 可以 我覺得是好事啊 可以促進我們那個花蓮的 不經激發展 五月天驚喜宣布下一站花蓮見 希望能夠幫助花蓮一起度過難關 記者 劉平成 花蓮報導